臺灣五十五年來 大概到目前為止是六大循環 那六大循環裡頭 這個都會經過打防 但是這一次循環是歷次循環 打防次是最多的 但效果不見得是最有效的 那我們看到歷屆的循環 五十五年的循環圖裡頭 我們知道幾個循環裡頭 他有幾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漲幅由盛而衰 就是說漲幅越來越小 那跌幅也越來越小 那時程這個cycle的時程 循環的時程也拉長 所以這什麼原因 我們來看看 這個循環裡頭 我們看另外一張圖 這是歷屆循環 他的漲幅 第一次循環是漲幅一點五倍 第二次循環的漲幅三倍 第三次循環是我們邁入 以開發 開發中國家的時候 那個時候人均大概美元 人均越過三千到一萬之間 那個世界各地的這個這個狀況都一樣 那個階段房地產一定飆漲數十倍 我們是飆漲了四點五倍 大陸是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八年是飆了八倍左右 那這一段期間是四點五倍最來 那一九九零年就比較緩和了 這十年比較緩和 那個時候就是代工業 取代了我們火車頭的這個房地產業 那到了第五循環 其實他的漲幅只剩下這個一點二倍 那這一個循環是第六循環 漲幅平均是六十趴 最高是台中跟台南八十趴 那你會發現就漲幅越來越少 但是漲幅越來越小 但是價格積極越來越高 積極越來越高 那打房的次數越來越多 那每一次打房其實都打到交易量 那交易量我們過去的交易量 前面前面三個循環 三四個循環交易量 大概會維持到 剛性需求會維持到三十八萬幅 那到了這個這個第五循環 大概是三十三十六萬幅 那這一個循環 大概剛性需求還有三十二萬幅 所以這個循環是歷屆以來 其實是投機炒作是越來越小的 而且他的漲幅也是最小的 那所以我們現在打房說 五重拳也好 我個人認為跟景氣循環的影響非常有限 不能講他無效了 他至少讓剛性 其實已經打到剛性需求都在都在觀望了 那政府在降溫的狀況之下去打房 那原因只有一個 這個是政治經濟循環 也就換句話說是選舉房產週期 選舉會影響房產週期 所以我們看到歷屆的循環 都是在政黨輪替之前一定會緊縮 那不是升息就是打房 那政黨輪替以後不是降稅 就是這個降息 那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打房每一次打到的 其實都打到交易量 這個都很明顯的 那我要給政府一個建議就是說 其實我們假如沒有抓到核心問題 其實你再打房都沒有用 我們從二零二一年開始講這個央行的四次的這個現代 這個是複製了二零一零年的央行四次區域性選擇 央行區域性選擇是做什麼呢 那個時候是限制限縮這個臺北市 那資金跑到新北市 限縮新北市資金跑到桃園 限縮桃園資金跑到那個那個中南部 所以這個效果已經不好過 但是央行總是還有一些鷹派的他的主張 一定要央行要打前鋒嘛 所以四次的限縮 我們這次四次的限縮 其實是限縮到中小建商 限縮到小咖的 那變成大則恆大 那房地合一二點零重不重 那太重了 那這麼重的重二點零下去 在主身段 你怎麼打他就轉嫁 他馬上轉嫁 二零二一年照常轉嫁 那二零二年當然有這個五重權 我就覺得他是多此一舉 而且會會多爭麻煩 而且是前面你立法稍微粗糙一點 後面就一直要解套 要像奢侈稅一樣 要有十幾條的排外條款 那會變成很麻煩 而且對市場來講影響有限 頂多說市場要降溫反轉 但是可能是二零二零二四上半年 他可能提早到今年下半年都有可能 但是影響並不會太大 所以我在想說我們在打房的政策上 應該要找出他的核心的這個問題 什麼叫核心問題 你現在打房都是房獨嘛 那你現在就是說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炒房的核心問題是炒地 那很多專家學者跟政府都一再的強調 包括央行的高級的高級的理事 他們都講說因為短線投機 所以讓這個炒作影響到堆積到了房價高 那我我我可以直接講 這個是錯的 是因為房價高形成了炒房的環境 所以才會有炒作現象 房價假如高不上去 高到一定的層數漲不上去 你誰要去炒作 現在的益壽市場根本沒有炒作市場 現在炒作市場在哪裡 現在炒作市場在城污的租賃市場 城污的租賃市場 現在年輕人你要去買低總價的 小坪數的全部被壟斷 那為什麼他敢壟斷 因為你的政策就鼓勵我多房 可以減免囤房稅 還可以鼓勵我當公益房東 只要我掛個公益房東 那我就可以繼續囤房 那你等於是一手放火 一手要提油來滅火 所以這個是最核心的問題 那這個核心問題 就是要從整個的租賃的政策 去徹底去改變 所以我們也要建議政府 第一個你租賃沒有成全面實價登陸 資訊就沒有資訊就就就不透明了 第二個就租賃黑市產生 你鼓勵房東囤房就是壟斷 這三個問題假如沒有解決核心問題沒有解決 那事情永遠沒完沒了 但是我們現在看看二零二二年 你會注意到 我在二零二一年的年底預測 二零二二會有七支灰犀牛 都出現了 包括QE縮表 包括利率升息 包括這個假信需求過高 包括這個我們的這個這個我們的這個政策打防 還有兩岸的緊張關係 這個都出現了 但是呢 七支灰犀牛出現 既然八風八風吹不動 這是為什麼 這個你就要去研究說 這個道理是在哪裡 其實他他的漲幅已經已經開始在收斂 已經到了末生段 你不打他 他也會下來 但是這一波下來 他我預測他的幅度沒有一般人講說一年跌十趴啦 不可能的事情 不是我是站在業者去講這句話 我也沒有炒房 我從來不炒房 所以我講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 你剛性需求的人 你你在永遠等待 你就永遠沒有房子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摸那個底 這一波下來 兩年到兩年半 頂多稍微趨緩兩年到兩年半 跌五不會超過像以前的 兩成十五趴以內範圍內 搞不好還會甩尾 都有可能 你只要政府在一直在沒有注意的話 控制不了的話就會甩尾 所以這種情況 我們是要成根本去決定 你會發現說現在交通建設好了 你看臺北人口往新北 新北人口往桃園 這是好現象 所以桃園會強 原因是這個樣子 臺北剛剛講豪宅 臺北豪宅回不去 對 很多的三百萬絕對回不去 兩百五十萬都很難 現在的豪宅還沒有到前面的高價 但是中南部的豪宅 其實它是我個人認為未來十年 它是地板價 還會有往上空間 我個人認為未來的循環是反轉十年 很好 就從南方